嗨,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GG,休斯顿房屏 今天我们看的这个房子是一套七湖高中唯一的新房社区 前期的现在这个视频是这个社区整体的面貌,社区比较小 中间是要满间的介绍,最后是这个社区位置的介绍 如果您喜欢的话就请看下去吧 这个社区位于休斯顿West Park这个地方 我红色标记的就是West Park这条高速公路,所以它是紧挨高速公路的 所以很明显能看到有一部分的房子离高速公路比较近,估计会有点吵 所以这个社区不太吵的这个部分的房源并不是非常多 奸商告诉我们一共是100套房子,40尺宽居和50尺宽居的 40尺宽居的房子就稍微一点窄,一点像condo的那种形式 社区的起源价格是35万美金起,加上地价加上加装升级 大概最后的价格最少要在37万左右了 社区是带大门的社区,是一个封闭式社区 社区的活动中心呢不太大,就是像视频上这一点点 然后整个社区也没有太多的景观可言,但是位置是非常好的 又是七湖高中唯一的新房社区,所以是非常抢手的 但是个人认为苏寿比好像差了一点 嗨大家好,欢迎收看这期的GD修顿房屏 之前呢我们介绍了一个40尺宽居的属于七湖高中唯一的新房社区 那今天呢我们介绍的还是这个社区,它只是50尺宽居的房子 50尺宽居的起见价格在40多万美金 您坐下来,加上地价,升级的价格可能就在45至48万美金了 最大的面积是2700多尺,小点的话2300尺的样子 其实面积和售价来讲的话,这个比率来讲不是非常低 但是位置很好,税率又低,又是七湖高中唯一的新房社区 所以这就是它的一些卖点 如果您对这样的非常好的这个公立学校的学区房很感兴趣 就请看下去吧 这是我们今天看了七湖高中唯一的新房社区 五十尺宽居的房子,我们进去看看是什么样的感觉 这样进来 就是这样子的 因为它一楼有两个卧室 然后并且整体的面积不是非常大 所以一进来可能就没有那么open 稍微窄一点 然后右手边呢是一个卧室 这是卧室门口的洗手间 带着窗户 然后这边就是一楼的一个卧室 我们现在就看一下 往前走 这是去车库的门 这是一楼的卧室 富尔西房 有人在打扫卫生 因为亚本间还没开幕 这边是一个书房 往前走 往前走就是它的厨房和餐厅 楼上一直在打扫卫生 因为这两半间还没开幕 这边是厨房 说实话我觉得这块挺窄的 就是有点别扭 然后呢再往这边看就是 这个客厅 客厅的挑高是15个费 不是非常的高 因为它要是再做了挑高 好像它就做不出来了这个面积 往这边走是主卧 主卧里面呢 就是主卧洗手间 excuse me 有人在打扫卫生 我们先进来看看 另外现在这个地方还是挺抢手的 就赶紧来看一下 它在拍网呢 有些客户就拿不到很好的位置 毕竟这个社区小 有一侧靠近高速公路比较吵 另外一侧不靠近高速公路的 算是比较好的地方 也没几个地 就这样子一个主卧 去上楼上看看 大berg的声音 好 谢谢观看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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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